这一组要告诉同学的就是行善 做见犯科 还要误入歧途的表达方式 行善 我们就是用 do good deed 所以呢 在早年的时候 我们还有好人好事 那么他的英文的写法就是用 good people good deed 这个就是好人好事 标语就是这样写的 good people good deeds 第二个 commit crime 这个commit是犯 这个是罪 犯下罪行 那我们就犯罪 那同样的 自杀也是用这个字 自杀的写法叫 commit suicide commit这个字很棒 第三 go astray 迷路 迷路了 迷途了 叫go astray in life 是在人生中 迷失了 方向 迷路了 go astray 所以那个 这个 找不到方向了 就是流浪了 因此 你看流浪狗也是 跟这个字相关 叫stray dogs 流浪狗 所以这个 astray 就是形容词 go astray 就迷失方向 到处流浪 这个我们就翻 误入歧途 因为英文实在没有 误入歧途的这样子一个 一个表达方式 我们就用相关的意思来做翻译 现在我们来看例子 tony keep bad companies keep bad company 什么意思 交到了坏朋友 这个就是朋友 我们可以用 keep bad companion companion是朋友 我们也可以用company 这个是一样的 keep bad company 就是交到坏朋友 因此 连接词出来 he went astray in life 他的人生就 迷失了方向了 最后呢 怎样 最后 deserting his family 结果 这个是 迷失方向之后 造成这样子的情况 这就是 deserting 遗弃 最后遗弃了 他的家人 这是 例子的部分 现在我们来看 第一题 人人因日行一善 而不要 做监犯科 做监犯科 补充在这边 就是做 evil sins 邪恶的事情 wicked 也是邪恶的 vicious 也是邪恶的 就是不要做邪恶的事情 我们就讲 做监犯科 当然你也可以写说 不要犯罪 都可以 好 我们把主词写出来吧 人人 是 everyone 应该是 should do good did 应该要做一个善事 怎样 每一天 every day 好 再来 instead of 而不要 这个 我们可以直接写 instead of 那后面 两个答案都可以的 一个是 committing crimes 或者是 doing evil sins 这两组答案都接受 这是 第一题的 翻译 而不要 英文就是用 instead of 来取代的意思 代替的意思 第二题 他年轻时 因为交友不顺而误入歧途 好 年轻时是时间 因为交友不顺是原因 所以主词在哪里 主词在他 动词在后面 他 误入歧途了 中间插入了两个片语 一个片语是年轻时 一个是 表原因 因为交友不顺 所以这个中文的语法 常常就是这样 主词在前面 动词在后面 中间插入片语 或者是插入字句 现在我们按照 英文的模式 给他翻译出来吧 主词 他误入歧途了 取 when Earth Tray In Life 什么时候 年轻时 这样子 我们就写 when 徐 我 子 样 when 徐我 子样 这个徐我 子可以省略掉 就变成 when 样 这年轻时 他 就 误入歧途 为什么 because 直接下过去 because AUSE 好 后面 because 后面可以加子句 也可以加片语 我们先写子句好了 子句就要有连接词 再写主词 因为 他 交到坏朋友了 这个交友不顺 不要照字面上翻 说 Made friends Carelessly 不小心交朋友 这个是按照中文写的 完全不通的 好 交友不顺 就有一个固定的表达方式 就是 she kept bad company 这样就对了 这是子句的部分 那么第二个 我们就写片语的部分 那么片语的部分 我们换另外一个 写法 这边 老师把这个拿掉好了 应该是这样子 然后片语的部分 用斜线 bacuse of 后面 片语就没有主词 没有动词 把动词改成ing 所以要用 Keeping bad company 这个就是 接出 原因的子句 跟原因的 片语 另外中间就接出一个 时间的子句 和she was young 或者是时间的片语 和she was can省略掉 这些都是在写作上 比较高档的 比较难学 给同学做参考